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共中央政治局在本周一召开了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的经济形势 其中对于房地产行业政策定调没有提及房租不潮 但却强调要适时地调整优化政策 在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又会迎来哪些政策调整呢 另外一方面政局的会议也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 提振市场对于经济前景的信心 不深股市全线出现反弹 港股同样表现造好 那么在接下来沉寂之后的股市能否迎来阶段性的上涨 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和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 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最新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了下半年的经济工作 也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 其中会议也再次强调积极扩大内需的重要性 并且对于房地产市场未来政策的方向 做出了新的指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好地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同时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 积极推动长中村改造和平级两用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而针对地方债风险 则提出制定实施一览子化债方案 此外就目前青年失业率高企的情况 会议则强调要把稳就业 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 对于这次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有一些全新的提法 同时也对经济发展下半年 做出了一定的解读和定性 还有定调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 特别邀请到了瑞银首席 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女士 跟我们一块来探讨分析 汪涛博士您好 您好 汪博士这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已经设定了更为积极的 下半年的宏观政策的基调 会议也特别强调 要积极扩大国内的需求 发挥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的这种基础性作用 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扩大消费 那么在扩大内需的方面 您觉得还有哪些 政策出台的可能性呢 对 这次的政治局会议 我觉得定调非常重要 因为之前应该说 众说纷纭对目前经济的一些困难 有的人说是长期的影响 有的人说是预期不够 有的人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觉得政治局首先 第一点提到的就是目前的经济的挑战 很重要的是内需不足 那么在政策上就是要扩大 积极地去扩大内需 然后加大宏观政策的调控的力度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积极的 一个支持经济的一个政策的提法 那么下半年会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呢 那会议里头也提到 比如说要更好的发挥 政府投资的一个带动作用 加快这个地方专项债的发行和使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在消费方面也提到了 要提振比如说汽车 电子产品家居的这个消费 对企业方面来说呢 也讲到了要这个延续和落实 这个退税啊减税啊等等一些措施 同时呢也要解决 这地方政府拖欠企业的债务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 这个适时调整房地产政策 稳住房地产 所以其实所有的这些提法 对于这个扩大内需 对于稳住整个经济增长 下半年都是很重要的一些 这个可以看见的 这个想见的这个措施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提到了这个货币政策方面 也要发挥总量和结构性的这个政策 汪博士你已经特别提到了 其实这次会议就指出了 要发挥总量和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工具作用 那表明了货币政策的定调 肯定是更为积极的 是不是意味着说下半年 像降准降息等等还有不少的空间呢 我觉得下半年的确有降准降息的空间 一段时期以来呢 应该说我们的货币政策执行 一直基调是比较稳健 而且呢比较偏向于 使用一些所谓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 那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呢 它的好处呢可能是 可以比如说有一些资农 资小小微企业这样的一些 或者新兴战略企业的这样的一些再贷款 可以精准到位 但是呢它的总量一般都比较小 比如说这2000亿那2000亿 整体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是很够 而且呢今年五六月份可以看到 整体的这个信贷增速 急速的下滑 所以下半年呢要提供足够的流动性 提供足够的信贷的话呢 应该发挥更多的这个总量作用 我们觉得这个降准可能还有一次 我们就觉得可能25个基点 但是因为这个存款准备准率已经比较低 可能直接用降准这个空间并不大 但是央行有很多其他的工具 比如说可以用这个中期借贷便利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 扩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提供对银行系统提供更多的流动性 来确保这个信贷的支持 另外降息方面呢 我们觉得这个降息 我们通常不太喜欢用这个降息的工具 那我们的判断是下半年 可能还有10个点的这个降息 那汪博士其实在这次的会议当中 大家都在关注就是对于房地产方面的 这样一个阐述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会议并没有重申房租不炒 而是指出要适应房地产市场 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式 事实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 那您怎么来判断在下半年 房地产市场会发生一些转变呢 我觉得政治局的这次的这个定调 对房地产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不仅是没有提出房租不炒 而且呢就是应该说 强调了目前的情况下呢 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的基本面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那么所谓事实调整政策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担心的房地产过热 房价上涨过快 那么这个杠杆率过高等等一些 是在房地产过热的时期制定的一些政策 有很多比如说限购限售限价等等 那么在现在的这个基调 强调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之后呢 这给地方和各部门应该提供了更多的这个空间 来调整它的这个政策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呢 中国已经出现了比如说人口下降 城市化放慢 而且呢 居民的住房拥有率已经比较高 购房意愿都比较低迷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更担心的 是房地产市场下滑过快 对整体的经济 包括居民的资产负债 企业的经营 地方政府的财政带来负面影响 所以呢下半年在这个政策的支持之下 我们预期呢地方政府比如说二线城市 可能会进一步的放开限购 而且呢这个二套房贷的首付可能也会有所下调 另外呢就是按揭利率可能也会有调整 那么而且政治局定调以后呢 那么银行可能也可以更多的去考虑 是否存量的按揭贷款的这个利率呢 也有一定的适当的调整 我觉得都给这些措施打开了这个更多的这个空间 而且呢地方和银行可能也会加大 对开发商的信贷支持的力度 包括之前所说的三支键 这个银行的信贷 然后是这个债券发行和这个股票市场的这个融资 都可以继续的这个落实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我们预计呢下半年的销售可能有环比有反弹 那么投资呢可能也能够起稳 不再大幅的这个下降 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下半年房地产有望稳住起稳 那汪博士其实这次会议也重申了在上周五国务院会议上特别提及的 超大特大城市推进城中村改造 那有人认为这是否会是和2015到2018年这个棚改重现 您觉得呢 还有就这次城中村的改造 对于下半年住房建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这个同事瑞银的同事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分析 据他们的分析呢就是这一次提的城中村的改造 一般是应该说涉及到大概21个城市 这21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销售面积占到全国15%左右 规模应该说也不小 不过呢城中村的改造跟之前的棚改还是有区别的 之前包括棚改有这个货币化安置 那么居民可能拿到这个钱到市场上去买房 那这次的话这个城中村的改造 一个呢是它涉及的这个不同人群这个比较复杂 而且可能它在推进的过程中要比较审慎 筹资方面呢可能也是一个统筹 也就是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城中村的居民共同来筹措 我觉得呢对下半年的整个应该说建筑和房地产方面的这个投资 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积极的作用 但是呢没有货币化安置可能对就是去库存 对开发商去现有的商品房的这个库存 应该说没有什么作用 所以它整体的是支持下半年的一个建设 并且呢对比如说建筑业的这个建材啊等等有一个支持 但是对开发商的现金流方面可能作用有限 是 那汪博士这次会议还指出来要有效的防范 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啊 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 您觉得政策将会在哪些方面发力呢 还有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 我们现在看还有1.5万亿左右没有使用 下半年是不是会有新的动作 这次会议虽然没有提到政策性的这种银行 专项基建投资基金 但这是不是意味仍然是下半年一个政策的选项之一呢 嗯好的 这个地方债的这个化解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 所以中央提出的是一揽子化债方案 我们目前看呢 地方债除了这个应该说显性的债务 还有包括很多城投债和一些隐性的这个 这个债务规模非常的大 而且呢因为地方财政紧张 尤其是受房地产下行的影响 已经出现可能拖欠企业的欠款 拖欠企业的这个工程款 包括可能节省或者缩减一般的开支 对经济方面产生了负面作用 而且偿付方面也有困难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一揽子方案 应该是会结合短期和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短期内呢可能会就是有一些临时的资金安排 使得这个地方能够解决就是企业 拖欠企业这个款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另外呢可能地方也会想办法去盘活 他们现有的其他的一些资产 比如说转让或者是质押它的一些 比如说国企或者是其他的资产获得这个现金流 那么中长期来看呢可能还要有一定的这个债务置换的方案 可能要搞清楚这个地方的隐性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 然后这个地方融资平台的这个债务到底是由哪一级政府来背 那么更长期呢可能还要从这个转换这种职能 和这个地方中央财政关系方面去着手考虑 所以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 那么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地方专项再发行方面呢 我们觉得下半年的1.5万亿应该会这个加速 这个加速的去发行 虽然中央没有提这个政策性银行的支持 但是如果说这个地方现金流有问题的话 我们觉得政策性银行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基金 还是有空间去做的 那王牧师其实我们还关注到这次也出台 制定了这个促进民间投资政策的措施 提振企业信心 鼓励企业要赶闯赶投和赶单风险 这是不是意味着说下半年 民营经济的发展会迎来一个新的机遇呢 我觉得这是提出来就是促进民间投资 而且之前呢也是提到了 就是建立一个跟民企的这个常态的这个联络机制 最近这个李强总理呢也是这个讲到了 很多这个发展民营企业的一些 这个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这个 召开了这样的一些会议 包括平台监管的常态化等等 我觉得都有利于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 那么他们是不是在短期内 就会加大他们的投资呢 我觉得也还要看下半年经济是否起稳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政治局会议提出的 包括财政地方加大投资 解决企业的拖欠的款项 货币政策加大力度支持这个消费等等 然后稳定房地产这些措施我觉得都有利于企业 包括民营企业他们的经营和现金流 有一定的这个好转 这样的话应该说短期的稳经济的刺激的政策 和长期的这种结构性的改革 可以一起配合来支持这个民间 促进民间的投资 好 今天也非常感谢汪涛博士 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么在下节回来 我们将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出了积极的信号 也提升了市场的财经 对于经济前景的信心 内地护申股市在今天是全线出现了反弹 那三大指数集体大涨超过了2% 在港股方面同样也是表现造好的 恒生指数中厂收升超过了4% 其中内房 汽车还有科技股都表现亮点 那护申股市三大指数早盘高开高走 全天都在高位震荡 那护指收报在3231点上升67点 升幅为2.13% 而申成指则是收报 在11021点升幅2.54% 创业板指数升幅也超过了2% 两市的成交为9000亿元人民币 北向资金的净买入接近了200亿元 单日的净买入额 创下了2021年12月份以来的新高 在港股方面今天同样是大幅的攀升 恒生指数重上19000点大关 收盘报在了19434点 升幅达到4.1% 那恒生科技指数则是大涨超过了6% 分行业来看 内房 汽车 还有科技股涨势是伶俐 其中龙湖暴涨超过了25% 那碧桂园暴涨超过18% 华润之地还有中国海外发展的涨幅 也至少超过了10% 人民币中间价在今天是继续地 大幅强于市场的预期 再加上中国中央政治局提出了 汇率问题 国有大行要全力地推升汇价 这也刺激了极期和离岸汇价 大幅攀升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周二开出的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暴7.1406 是超过一周的最高位 小幅上升45个基点 较市场预期的大幅贬值至7.2044 偏强多达638个基点 极期汇价跳空高开后持续加强 中场大幅收高666个基点 幅度达到0.93% 是3月10号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而7.1365也是近两周的最高位 离岸汇价也进一步大幅上扬 曾经涨破7.14水平 也是近两周的最高位 与赞价的价差微乎其微 市场人士指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多年来首次重提汇率问题 表示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令人民币空头措手不及 同时路透社引述三名消息人士透露 国有大行早上在离岸和在岸市场 大举出售美元买入人民币 出发美元多头纷纷止损 推动在离岸价大货抽升 其他货币方面 台币终止连续四天的跌势 韩元等货币也普遍温和走高 共同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 定调了下半年的竞技工作 这也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 大幅的提振了市场的信息 不难看出中国各类资产 也愈发地受到了市场的青睐 那香港作为全球重要的 国际金融中心上半年的债券市场 表现可以说是十分亮眼的 又该如何来看待香港债券市场 接下来的发展前景呢 在下一节 我们将会和中国银行 香港金融研究院资深策略规划师 应坚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下 债券市场在香港未来的发展前景 在今年节目中中呢 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国银行 香港金融研究院资深策略规划师 应坚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 应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应先生 香港作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是拥有着流动性高 焦头活跃的债券市场的 根据统计 在今年上半年 港元债券发行的金额和去年相比 有显著的增长 怎么来评价今年以来 香港债券市场的表现呢 在下半年是否有望再创佳激呢 香港是全球债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亚洲主要的债券枢纽 今年以来 在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机构 共同努力下 港元债券市场出现反弹 上半年 港元债券发行中数 及发行金额 均同比增长四成以上 取得近年来比较好的一项成绩 港元债券市场反弹 由多项因素促成 一是特区政府继续推行 政府债券计划 及政府绿色债券计划 发行港元定息债券 银色债券及绿色债券等 二是认可机构 及多边发展银行等 境外发行人交为踊跃 三是本地公司发债需求 有所复苏 展望下半年 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 进入尾声 绿绿环境区域明朗化 亚洲经济有望持续复苏 香港市场的主要发行人 融资需求将会进一步启动 而特区政府将继续采取 积极有效措施 港元债券市场 应会保持稳步发展 不断取得新进展 应先生刚刚您也特别提到了 香港是亚洲主要的债券枢纽 能否具体来说明 向香港债券市场 呈现出哪些特点 对于国际债券发行人 还有投资者来说 香港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好的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具备各项有利条件 扮演亚洲主要债券枢纽角色 首先 香港是一个自由度很高的 离岸金融市场 资金可自由进出 其次 香港云集了大量走出去的 中资企业及走进去的跨国企业 均将香港当作重要的离岸融资平台 对美元人民币及港元资金需求强劲 第三 香港拥有先进的金融基建设施 已建成中央证券托管系统CMU 为各类债券发行托管交易提供支持 第四 中央政府大力支持 香港特区政府高度重视 给债券市场发展注入很大动力 多年来 香港美元债 人民币点心债发行 一直排名亚太区前列 已连续六年成为 安排亚洲国际债发行最多的国际金融中心 同时占了全球点心债发行的大部分 如今 香港特区政府又积极推动 债券市场平衡发展 宣布了一系列支持港元债券发展的措施 进一步强化香港国际债券枢纽地位 那经过了多年的发展 香港债券市场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了 美元 人民币还有港元的债券发行 以及投资的机会很多 您觉得香港金融机构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 进一步强化香港在国际债券市场的枢纽地位 那贵航又有何计划呢 香港债券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 并有无限商机的市场 随着亚洲经济在全球地位不断提升 区域合作不断深化 未来资金需求将会越来越多 香港可发挥独有功能 支持区内投融资及风险管理 不断增强各类债券融资功能 对于香港金融机构而言 可考虑投入更多资源 积蓄人才优势 优化成销机制 牢牢把握这一业务机会 中英香港及其他中国银行驻港机构 在亚洲美元债及全球典型债 市场一直表现突出 今年上半年更全力参与港元债券发行 承销了110中 承销金额494亿港元 为市场第一位 未来港元债券市场有望继续复苏 发行方式也将更加丰富 中英香港会与其他机构一起协同努力 持续加强投融资基础建设 为促进香港债券市场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好 今天也非常感谢 硬坚先生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那以上就是今天 亚洲财经透视的全幕内容 感谢各位陪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